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云说区块链 本期为大家带来 虽然比特币跌破3.3万美元 但链上数据表明人们在积累比特币 比特币闪电网络达到创纪录急增长 这是萨尔瓦多的功劳 没有订阅的朋友让你订阅一下 谢谢 随着全球个别国家打击加密货币给市场带来 这压力开始消退 比特币BTC算力开始出现复苏迹象 交易员们现在关注的是 本周解锁的价值超过5.5亿美元的灰度 GBTC股票将如何影响价格 Coin Telegraph Markets Pro和Trading ViewD数据显示 7月12日清晨比特币的下跌趋势一直持续到下午 在空头控制了市场之后 比特币的价格跌破了3.3万美元的支撑位 周一 在多家媒体报道了 灰度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公开提交了三份表格时的注册声明后 灰度公司引起了进一步的关注 这使得灰度管理的公开报告的信托数量达到5个 比特币现金DCH 以太经典ETC和莱特币LTC 对信托加入了之前提交的比特币和以太坊 ETH信托 比特币算力显示出复苏迹象 随着全国各地的比特币矿场被关闭 业务转移到海外 这些国家对比特币挖矿的打击导致 网络算力下降了55% 根据Glassnob最近的一份报告 由于矿工成功地重新转移了硬件 大约29%失去的算力现在已经恢复 而以前过时的硬件已经被弹掉了 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矿工卖出近一个月后 矿工净头寸变化指标现在显示它们 回到了积累模式 这表明来自离线矿工的卖出压力被运营中的 矿工积累所抵销 抛售减少的进一步证据可以在比特币的交易所 流量数据中找到 在过去的两周里 从交易所提取的比特币数量大于存入的数量 由于资金流出的增加 在6月28日和7月11日之间 所有交易所持有的比特币储备量减少 料16100多个BTC 从宏观角度来看 很多人认为 这对比特币来说是一个利好 因为随着市场 等待下一轮大幅上涨 代币持有者似乎正在取出比特币 将其投入长期存储 山寨币整体走低 由于比特币的回落导致整个市场的疲软 山寨币在周一整体走低 随着抛售的加剧 在交易员纷纷退出后 以太坊的价格跌至2000美元的支撑位 虽然当天大部分市场都是下跌的 但有几个项目在7月12日是上涨的 其中Metal MTL上涨了18% 而RevMREV ThreatStrax和Injected Protocol 因上涨了12% 目前 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值为 1.354万亿美元 比特币的主导率为45.5% 大多数用户没有注意到的是 比特币Layer 2支付协议闪电网络 一直在扩展 闪电网络最初约2015年提出 并于2018年推出测试版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其被采用速度和功能都在加快 闪电网络允许用户通过其支付渠道发送快速 和低成本的交易 与基于比特币的层不同 闪电网络是通过一种被称之为GossipPand Probing离联外处理方式 使节点能够遵循可能的交易路径 Arcane研究公司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 探索这一基于比特币的网络 是否会向2021年7月DeFi夏季期间的去 中心化金融一样 有类似的强劲的势头 在这一时期市场是狂热 似乎每个人都开始对DeFi DApps感兴趣 该研究公司的数据表明 闪电网络在39天内将其容量 从1100增加到1 200 后来 从1200到1300 仅仅花了34天 目前 基于比特币的闪电网络的容量 原为1800BTC 它扩张所需的时间一直在减短 它花了5天的时间 从1700枚比特币上升到目前价值 6000万美元的比特币 相比之下 2021年初 这一指标为1040枚比特币 Arcane研究公司的报告表明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 闪电网络有70%的增长 相比之下 闪电网络花了三年时间 才从0增长到了1000枚比特币 网络上被激活的节点数量 呈指数增长 目前这一指标为22705个 但Arcane研究公司指出 只有12079个为活跃的支付渠道 而被激活的节点已经超过了55000个 Arcane研究公司指出 这种快速的增长 可能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用户 使用闪电网络 最近几周 该网络的曝光率和需求都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 萨尔瓦多政府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 那么 比特币能在闪电网络的顶端实现主流化吗 这一因素可能促进比特币达到更广泛的用户基础的第一步 位于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海滩项目已经证明 比特币可以作为一个日常的低成本的用力 正如谷歌前雇员Michael Levin在他的 观点中指出的那样 闪电网络是可以帮助比特币跨越 鸿沟的重要应用 这一支付协议可能会推动新一轮的 比特币的采用 根据其采用曲线 比特币仍处于早期采用阶段 必须缩小他们与早期用户之间的差距 这些用户通常更加务实 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的具体需求 闪电网络可以进行快速 低成本的交易 这可能为比特币成为主流 创造了条件 Levin指出 有了闪电网络和积极进取的用户 比特币这个网络在其跨越鸿沟的竞赛中 开启了人类智慧和选择的力量 在视频制作时 比特币的成交价格为32409美元 当日跌幅1.4% 比特币目前面临着巨大的抛售压力 除非看涨者采取果断行动 否则还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下跌 没有订阅关注的朋友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订阅 你的支持和不断关注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 谢谢大家